中文字幕志愿者 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梁慧敏 随着社会发展 城市越来越大 居民人口多 生活精细化 对城市管理 城市服务 提出了新的要求 那么 对于供电部门来说 如何利用科技手段 让电网拥有智慧大脑 更好的为民所用呢 2019年7月 扬州供电公司 正式上线了AI指挥员小爱 她是怎样帮助 电力工作者的呢 大家好 我是供电服务 AI指挥员小爱 我能把数字世界里的电网 和现实世界里的你 连接在一起呢 小爱是扬州供电公司 牵头研发的一套 人工智能系统 主要用于电网故障的自动报警和主动抢修 可实现对于各系统间功能性的合理调控与优化 有什么能够帮到您 我要报修 我家停电了 请问地址是哪里 和美地 48栋 小爱上岗前 所有电路检修 电力安全信息的搜集 都依赖人工 一旦发生故障 从故障发生 通知抢修 到信息维护 停电发布 至少要十多分钟 如今 对小爱来说 这些工作 只要几秒钟时间 就能完成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现在在我身后 整个大屏上所展现的呢 就是小爱的最新八本了 在屏幕的中央呢 是消息中台 所有的停业 报修 客户诉求呢 都在这里汇集 每天通过它 我们的工作人员 可以随时了解 中心各项业务的运转情况 这不是一张简单的图 它是一个扬州电网的 数字集合体 被称为全资源指挥地图 在这张图上 每一座电站 每一台变压器 每一条线路 甚至每一个用户 都有自己的数字代码 它们就好像是真实世界 在数字世界的分身 而小爱就是把这样的分身 与现实世界一一对应的 桥梁工具 科研人员把小爱 融入这张数据图中 也完成了小爱 初级功能的搭建 使得它能够对电网 故障报修 产生迅速响应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的整个电网管理 有两套图层 一套就是传统的地理位置图层 而另一套图层 是我们的祭祀图层 它主要针对的是电网设备 通过这两层图层的叠价 可以得出设备的精准定位 我们电网企业 还是以设备的运维为主体的 那么如何确定 我们设备的具体位置 那是我们设备运维的 一个技术的前提 通常情况下 维修电路时 面对复杂的供电线路 工作人员采用的方法是 人工排除法 需要对可能出现 故障的电汇一一排查 这样一来 维修工作的不确定性增加 工作效率难以形成标准 这时候 小爱作为供电服务AI指挥员 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小爱上岗前 供电公司 对它进行专业的技能培训 经过7000多个客户 报修音频 17000多个配电变压器名称 38万多条地址信息 大量业务模型 图像模型的训练 将供电辖区内的电力设备信息 常见电力故障的故障类型 检测流程 维修方法等专业知识 交给小爱 这样一来 当故障发生时 小爱可以在远程辅助抢修人员 帮助抢修人员 快速找到故障原因 并提出维修方案 使维修工作有了更高的效率 和更精确的准确度 数据世界的发展 正在以一种让人难以预料的速度 影响着物理世界 超级大脑小爱 还会有怎样的功能和表现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智慧公交 公交车作为我们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 其线路覆盖广泛 几乎可以到达城市的每个角落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 便捷经济的出行方式 还有助于缓解交通拥堵 减少环境污染 更好地推动 城市向绿色 低碳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展示科技 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陈宏达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江苏省无锡市 这里的公交车 有不一样的惊喜 他们介入了车联网系统 变身为智慧公交 为大家带来了 智能化的体验 今天我们就去感受一下 科技带给我们的 便捷与舒适 智慧公交利用车联网系统 构建了车与车 车与路 车与云平台之间的 全方位网络链接 实现了对车辆 所有工作情况 和静动态信息的 采集 存储并发送 做到公交运营 全过程的智能化管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国家智能交通 综合测试基地的 指挥大厅 在我身边的这块大屏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实时的城市交通信息 而在我身边的这位 就是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 副总裁顾晓军 想请问您 车辆网技术是如何应用在 城市交通管理当中的 我们无锡交通产业集团 通过挖掘历史数据 并且与交通局 公安交警 教科所 实现了这个数据的互联互通 建成了无锡智慧交通调度平台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 整个无锡公交的班次头发 更加的科学合理 运行更加的高效 对我们整个无锡公交的智能化水平的提升 作用非常明显的 也使我们这个数据化转型 得到了这个进一步加快 目前我们无锡开通了 五条公交优线线 有50多辆公交车 通过技术的升级改造 具备了公交优线的功能 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们那个红绿灯的调度系统 你看这个里面有一些数据 例如说通行次数 停车次数 总停车时间 包括每次停车的时间 那么通过这些数据 实际上实现了 对我们所有抽量的 一个运营状况的实时监管 再通过我们后台的 这个红绿灯的干预 可以确保每辆车 能够准点到达每一个站点 这套系统用上去过以后 我们整个无锡公交的 这个抽量的准点率 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那您能不能现场 带我们感受一下 无锡市的公交出行呢 好的 那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来到的 就是无锡市的武爱路 这里非常繁华 早晚高峰 车流量也都很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该乘坐哪条公交线路 我看一路公交车 马上就要到了 距离到站还有一分钟 我们接下来呢 就乘坐一路公交车 也正好看一看 看能不能在一分钟的时间里面 准点到达 我们来做一个计时 时间已经差不多一分钟了 车也到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上车吧 你又没有感觉这个车辆行驶的 非常的匀速 非常的平稳 因为整个车联网的技术 对整个车辆的干预 它是在后台完成的 所以说你在车上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体感 我们前面一个路口 就有一个信号机 只要我这个车子 进入到400米范围之内的话 它就会主动干预这辆车的行驶 假如说晚到了 它可能会调整公路阵 让你优先通过 就把公交车准分准点 已经到达了 时间非常准确 乘坐也很舒适 我相信在这样的公交出行体验之下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爱上在无锡乘坐公交车 现在有了小程序 就算卡着点出来坐车 也有公交车可以坐 出行变得更快 更方便 路上也不是经常堵了 下一步我们的想法 是对所有的公交车辆 进行技术改造 让他们都能够具备 公交优先的这个功能 使我们无锡公交 能够更好的 为无锡的城市 社会 经济发展 包括老百姓的出行 提供更好的佛物 使无锡公交的佛物水平 能够更上一层楼 智慧公交通过车联网系统 实现了众多创新功能和优化 让人们可以实时了解 公交的运行情况 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也为乘客提供了 更便捷 高效 安全的出行体验 而不怕他们对扬租 还是会计划真了 产品有限的派出了